字幕提供 今日來到了葵蔥吃素食 入室兩家分店,一家葵蔥,另一家石門 上網看過葵蔥分店的環境,比較好一點 但也有聽人說過,石門的食物是比較好吃的 看你 critical 哪有多...嗯 来到觉得环境相当不错 是很舒服、很適合慢慢坐 但最可惜的是座椅子不太好坐 座椅子很矮,完全不会理会我们的背部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没有坐墊,是直接坐在层纜上 所以大腿会硬到一块太大 哈哈哈哈哈哈 最长夫来啦 餐牌大部份的食材都是纯素 如果是蛋奶素都会表示 虽然有实体的餐牌,不过是用QRQ落单的 在11点半到6点有午餐选择 而2点到6点还有咸茶 午餐或咸茶都会包了一杯飲品 这几款是不需要加钱的 如果转低糖果汁的话要加8元 咖啡也要加12元 叫凍饮的话,杯也挺漂亮的 像个宝石一样 但就比较小杯 其实都OK,因为没有冰,所以计算差不多 冰白桃绿茶可以选择甜度 我们也是叫了标准 喝到白桃香,甜味之外,茶味也很明显 冰烏冷茶是没有糖的 但我觉得它也泡得很浓 茶味很香,很解腻,很消暑 虽然这一餐也应该不会太腻 海南鸡饭又跟到一碗香菇素汤 热辣辣 里面也看到几片菇和粟米粒 粟米的甜味很出 菇味也是 而且它的汤的颜色也挺深 我们两个也挺喜欢 手工海南鸡饭78元 配上三款酱汁可以蘸 这里的素食做得很精緻 一眼看过去好像新的肉 我觉得做得到这个样子有多不简单 是很有心思 海南鸡,虽然看起来很像鸡肉 吃下去其实就是腐皮豆製品的味道 都OK 其实看起来真的很像鸡的环前面 软看的话我一点都不会怀疑 但吃下去就立刻...啊...不是 哈哈哈 皮有些类似啫喱或者虾丝皮的质地 轻微有少少烟硬的口感 整体味道是比较淡 所以点了酱会更好吃 而且饭的口感也很绿绿分明 薑味很重很香 再配少少少沙拉 挺新鲜爽脆 也有不少麻醬 安格斯牛肉汉堡88元 会配上沙拉和薯条 摊在上面要等15分钟 实际好像没等到那么久 10分钟左右? 薯条来到的时候很热的 包是微暖的 汉堡的口感也很不错 是要烘过的 表面有很多芝麻 都很香 里面有些生菜、番茄、芝士和素牛肉 成果吃的时候 是觉得味道OK的 但单吃过扒的口感 会比较像肉干的质地 带几浓的黑椒味 有番茄条和薯条 是粗身那种 吃得很香脆 没有很多盐的调味 是比较淡的 薯仔本身的味道 有茄汁怎么做 没什么问题 嗯 我们两个都喜欢吃番茄条 很脆 很甜 但很少只有两条 大午餐或下午茶可以追加小吃 每一个餐只可以加一款 我们加配桂花叉烧和雪花糕 其实真的挺佩服他们的心机 卖上做得很神似 它是有叉烧的橙色红色 表面滲了很多芝麻 外层有很轻微脆脆的 真的有点像平常叉烧焦边的口感 嗯 而肉的部分就像在吃酸齋 但它是不酸的 咳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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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甜甜的香香的 也可以 最后是雪花糕 10元 其实本身是想吃椰汁雪花糕 但卖光了 只剩下抹茶味 尺寸不是很大 外面是包满了椰丝 不过是我们不喜欢的那种椰丝 有那些小小怪味 而膏是雪得很冰冻 它有点像啫喱 但又没那么淡 有点难形容 总之 但是好吃的抹茶味 我们觉得一般 总绝而言 我觉得今餐就是偏清淡的一餐 都蛮配合食素的心情 不是为了做得很像 就会变得很浓味 如果想偶尔吃素食 都算是一个不错的新派选择 就是比较不油膩 也不是只吃菜的感觉 原来在14天中用这张单 还有全单八五折的优惠 又多开心 嗯 是不是每一次都有了 即我下次用了这张单 去做八五折之后 还有没有 下次告诉你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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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商场还有点打卡位 来到附近可以看看 帮我拖下布 都挺cute 终于不正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